众生意平等 魂起 将所述的证人和人的愿景 纠结了如明亮大惊 九龙世七号 黄毓民 马玉生 那女友更美风景 人民都可以 人民都可以得逝 myradio.hk 全力支持 公投制宪运动 拥抱大香港主义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回到第二节的大香港早晨 刚刚在Facebook 看到一位立法会参选人 Facebook出了一个post 在9个钟前 即11点左右 就出了一个post 竞选 竞选必有输赢 此乃正常之道 但若大家用破坏消灭来取勝 这不是我所想所见 旺角同道赛跑选手 用索带就扎起了那位参选人的旗 那那支旗是哪个呢 我们不说它是哪个 对了 相信大家都看不出来是哪个 所以 所以为何穿着这些黄色衫的朋友 就是扎着他的旗 这个就是要教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那就是要用一条索带 去将一些候选人不为規的直翻 无人看管的直翻 对了 就要赞起它 那因为我们最近 都是有呼吁大家 出街的时候都带一扎索带 那带索带的作用 就不是就是博被人拉 或者是藏有攻击性武器 那些不是这样 而是呢 重点就是呢 就是当大家见到一些无人看管的直翻的时候呢 那记得要拿一条索带 帮他们索一索起它 那为什么索起它呢 就是因为那些直翻 就是放在那条街上 马路边 马路边 会阻碍行车的视线 对了 尤其是有些放在一些红绿灯旁 令到一些司机看不到前方 看不到灯号 那其实都会对于那个交通 或者对于行人 造成一个危险的 而且尤其是现在打风 你真的 因为我都试过 那天我见到有幅我们自己的那些 差点吹断那一刻 他发起来那一刻都蛮弱的 吹断之劍发起来 尤其是我们穷 那些旗 那些旗是比较脆弱的 其实都蛮危险的 一大风起来 那对家那些就不知道了 那为什么要索起它呢 就是将那些遮住视线的旗 就索一索起它 令到那个道路又唱通一点 那视野上面又唱通一点 但是大家又这样 不要将那些旗拆掉它 或者将那些旗拆掉它 虽然这些是没有人看管的财物 但是始终那些没有人开管的财物 都是属于人家的财物 那如果你破坏了它 又或者弄烂它 可以告你刑事毁坏 又或者你拿走它 可以告你盗洩 所以大家就不要拿走它 就不要破坏它 我们就做一些建设性的行为 就加一条索带给它 将这个行人道路的安全 就放在第一围 令到道路使用者 都可以暢通地看到道路 那假如你身上没有索带 其实你也可以拍张照 其实现在有个电话 有个App 叫Tell me at 1823 就用得是非常之简单的 你只要按进去 然后按入 你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按入订阅那里 然后你可以按 complain 然后将那张照片 即是无人看管的 直到post 上去 然后你可以告诉他 究竟这个是什么位置 放在这里多久 哪个党的直到 诸如此类 之类之类之类 之类之类之类 直接就会传到 一百二三个投诉 是的 其实做投诉欄很重要 因为那些政府 政府的人员 很多时候都冷冷闲 譬如早上你投诉 可能晚上才帮你去处理 才看一看 人家都收了 晚上的时候 可能都将其宜到别的位置 所以大家最好做多些投诉欄 不断地打电话 就知道他 自然就会主动作出一个行动 只是投诉我们本土派的 他们就效率非常高 但是投诉建制派 他们就很久都不回 你可以追一追他 最后一件事就是 大家如果用sodder 去扎起那些旗帜 值回的时候 一件很重要 就是要将他的样子 名字 都要扎起他的 尽可能将他的样子 名字扎起他 不要让他得逞 希望不要让他的样子 影响到道路使用者的视线 或者影响他的情绪 就是引起一个交通意外 那就不要了 也不开胃 所以大家拿起的时候 尽量将他的样子 容貌 名字 政党 名字 都摘起他 都看不到 刚才那张图 大家看一看 看回刚才那张图 大家就看到 在那张图底下 大家就看不到 那位候选人的样貌 大家也猜不到 他的样貌和他的号码都看不到 是的 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做法 就是扎到 连名字和样子都看不到 这个就是标准的做法 另外一件可以投诉的 就是我发现了 都几多人的值回上面 没有写选举广告 也是 因为根据司机条例 每一个宣传物品 都要加上选举广告 要写得你印刷的数量 是承认公司 和承认公司的地址 很多违规的一些选举物品 就没有写明是选举广告 所以大家也要查一下 有没有这些违规的行为 都可以向这个选举事务署 再出一个投诉 好了 讲一些宣传的东西 或者一些呼吁的东西 讲到这里 今次呢 都是讲关于选举的东西 不是还有一个要呼吁 就是关于这个 刚才在休息的时候 很多人在订阅中问到 做一个监察点票代理人 和监察投票代理人的问题 有些人就问 监察点票和监察投票代理日 那个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 如果根据这本 很厉害的选举指引的话 去递交监察投票代理人 和监察点票代理人的最终 最迟最迟的限期 应该是在投票日前七天 即是说如果计算你的休息日 即是这个24日星期五 就是最迟的一个 递交表格的日子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收到你们的表格之后 我们都要做出其他行政工作 例如包括我们要 签名 签名 分配你们在哪个投票站 做一个监票员 再加上很多的方法要填 所以大家不要太迟交给我们 最好就是星期五 19日之前就要交给我们 在洗手 即是明天 即是明天 那我们才会有时间 帮大家去设计各种不同的 即是可能票站的地方 再加上就是帮大家签名 行政工作上面 都是要做的 所以大家就 虽然那个自知日期 就是官方自知日期 就是投票日前七天 但是希望大家尽早把份表交给我们 19日之前就好交给我们 是的 大家各区的区头都舒服一点 即是除了安排街站 不挂 banner check banner 貼海报 已经用了很多人手 如果可以大家帮帮忙 早些帮大家完成了这个监票人 即是分配监票人这个工作 大家都会轻松一点 是的 还有我们都会尽量安排你属意的一些票站 可能近你家 或者可能你要近某一些巴士站 或者地铁站 那我们会尽量安排 那这些就早些来 可以早些帮你安排到 那就方便到大家 是的 那今集讲什么呢 今集讲重点了 今集讲的就是 就是承接上一节的话题 就是讲选民资格的问题 这个选民资格的问题 就是刚才就讲到 有人就是在这个刊献之后 和在这个截止日期之后 就交这个报名表 那但是依然是 就是获这个选举事务处 和这个裁判官 是批准成为这个 登记了的选民 那而另一方面呢 有一些选民呢 就是在这个刊献之后 就被人批出了 取消资格 取消资格 那就是这个演艺界的团体 那事件是怎样的呢 是的 那他们是一直 那这个当然 这个体育演艺文化 和出版界 这个是一个功能组别 但是现在 日前呢 就有些艺团 收到这个选举登记主任的通知 说没有了投票资格 但是其实 他本来已经 他现在是有十几个名单 没有了投票资格 就是一些团体票来的 是 那 他说就算 其实因为本来这个选民明冊 已经正式刊献 但是如果要取消他们的选民资格 其实应该下一届才处理 是 但是现在就忽然之间 刊献完之后 才取消他们的资格 那他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可以做到什么 那他说 其实 他这个 其中有一个艺团的张嘉莉 就说 那一团第一叫时差 那他在11年的时候 就获得这个艺法局资助 那就是他这个 他在5月2日 就是张小姐 就是5月2日 查了选民资格的时候 他依然在这个 就是这个名字 选民资格 依然是刊登了 他都在那个选民登记冊里面的 但是呢 去到最近的时候 上个星期六的时候 才收到选举注任的信件 就是说他丧失了这个选民资格 你端猜其实 如果你选民登记截止之前 你查了自己是选民的话 你不会期待 过完那个选民登记之后 才有人跟你说 你不再是那个界别的选民 是啊是啊 他现在的情况 即是有人 即使在选民登记截止之后 是可以交名 但另一方面 亦都被人除了名 而这个 为什么会被人除了名 呢 根据张小姐 张嘉莉 他就自己估计 就是这十几个团体 就是被人除了名 据了解就是因为 魏法国在十一月就缓届 所以在今个月的十二日 就更新了指名团体的名单 即是那些 即是那些团体的 团体票的名单 而由于这个时差 这个团体在过去三年 就没有举办这些艺术活动 所以就被人剔出了他的名单 所以这个选管会 就因为这样 就把他剔出了这个选民资格 其实在这个文化界 演艺体育文化和出版界 这个界面里面 其实一直以来都备受争议 因为在那个选民 选民人数里面 就有二千九百多个 但是呢 在那个选民组成的结构里面 其实是很古怪的 因为他有一些团体 有一些选民就是团体票 有一些选民就是个人票 就是如果你在演艺界 比如你在文化界 或者在体育界 你只能够在团体票方式 作出一个登记 但是如果你在演艺界 或者出版界 你就可以以一个个人身份 个人票 去作出一个登记 成为选民 那譚仔也在 譚仔 理论上也是一个演艺界的人士 为什么你又没有团体票 又没有个人票呢 因为我不属于那些团体 就是要你是那些团体才能登记 那我又没有固定属于某些团体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登记 所以我那行就我认识的人 除非你本身是一些有长弱的工作 否则基本上你也不属于这个界别 我先看看有什么团体 即是你要进某些团体 你才能够成为那些功能界 才能够成为演艺界的选民 那我先看看 看一份东西 你也看到 要进某些团体 才能够成为演艺界的选民 例如包括 香港影业协会有限公司 金像奖协会有限公司 IFPI国际唱片协会有限公司 电影制作发行协会有限公司 出版人协会有限公司 电影制作发行协会有限公司 电影制作发行协会有限公司 香港音像联盟有限公司 即是你要成为这些会员 才可以成为演艺界人士 那这些很明显就没有我份 看不起你 你不是演艺界人士 在音乐界就不可以成为演艺界人士 你没有出唱片 所以不关你事 是啊 所以就没办法参加这些 没办法成为这些选民 而且他其实说真的 都是 不算吧 他本质上就是不公平的一个选举 说了一句话 基本上如果你要说的话 其实所有打兼联盟的人 都没办法成为这些选民 因为你进不了那些会 我进不了那些会 即是一些接兼联盟的人 不过算吧 这些不公平的选举 就是说了一句话 肯定不公平 我好像陈四所说 要告诉你 你是高人一等 我有张高人一等的票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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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果看资料 即是二千多个选民里面 团体的个人票是5.4倍 即是一些合资格团体 你是可以登记成为 你会得到一张票 但如果你个人票 即是你是演艺界个人票 即是出版界个人票的话 你就可能佔的比例非常少 其实在团体界里面 有很多古怪的人的单位 都可以成为团体票的一部分 尤其是体育方面 因为体育界 基本上你只要开一间公司 即是那间公司 你有足球的一个 有足球队 有足球队 基本上你已经可以登记成为会员 包括有很多奇怪的会员 譬如有一些 有个叫做香港国情港事评论社 中国梦青少年文艺节 海峽两岸中华文化出盛会 另外还有些你猜不到的 有些叫做香港示威界 慶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委员会 哈哈哈哈 还有一个是 中国大西北文化为止 照文化为止 照片共赏会 又是选民来的 然后还有些纪律部队 又是会成为了这个选民 包括什么呢 包括有香港警察空手道会 哈 哈哈 总之你随便可以 如果我的公司 我随便成立一间公司 还有还有 警察也是很多 很有艺术奇质的 他还有一个 香港警察舒华学会 哈哈 程教署也有的 程教署有个程教署体育会 这些都是功能界别 在这个文化出版界的一份子 但是他们那些 你说警察程教署那些 他们那些 他们应该是政治中立 他是政治中立 但是他就登记成为 在这些组织结构下 其实都见到两位参选人 包括马逢国和周博然 都在这个事件上 都有作出一个回应 就是对于 有十多个团体 突然失去参选资格 包括马逢国说 这个界别选民的资格很复杂 不容易理解 所以要了解这个个案 才可以再评论 而另一个 就是想着赤秋的 一个黄尸带的 黄尸带的参选人 周博然 就说这个选举事务处的做法 奇怪 担心政治手段 去剔除部分的选民 其实在这一届选举里 都有一些政治团体 就是因为马逢国的出现 代表着文化界的原因 所以就希望可以用他的选票 来踢走这个功能 对于马逢国 当然了 因为马逢国是 他是支持 俗称网络23条的 那个版权 版权条例 但是周博然就是反这个网络23条 就是马逢国会攻击周博然 就是觉得说 你这样是不维护业界的利益 但是周博然当然 他的理由就是觉得 也都要维护二次创作 因为 他是一个叫做黄尸带的参选 候选人来的 是啊 那就是 刚才讲到一个选票问题 但是呢 就是有一些功能界别的 就是这个演艺界功能界别的一些 的选民 他就为了踢走马逢国 就不惜中票 就是有一些团体 他就开了一些团体叫做 开了一些的 艺术团体叫做 踢走马逢国的团体 哈哈哈哈 然后 然后 然后在这个团体里面 就希望用他那张的团体票 去令到马逢国就落马 那就是 而今届的选举里面 是的 一边就用一些体育会去中 一边就用一些反马逢国会去中 是的 但是其实 虽然他们作出一个踢走马逢国 anyone but马逢国 但是他们的做法真的有点可恶 是的 首先第一件事 有一帮的黄思达 有一帮的泛民派系的人士 他们不断主张的就是 踢走功能组别 不如功能界别的人士 但是自己 又要去参与 又要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手段 去继身成为功能界别的一员 另一方面 有一帮演艺界的人士 他们是反对中票 反对建制派不断中票的 但是自己又要用同样的手段 开各种不同的团体 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新增他的团体票 接着就是希望可以 加多一些 中多一些团体票 然后就将一些他不喜欢的人 踢走出去 但是问题就是 那个团体的功能组别 本身就是一个不公义 一个不公平的选举制度 你怎样去改变他 你怎样去迎合这个制度 你都会帮助 就助这个不公平的制度 是继续做下去 就是继续支持这个不公平的制度 这个不公平的选举 而且你支持的方法 是不断地采用中票 用一些不合理 用一些 是违反了选举公义的方法 去中票下去 即是同流合污 是的 为求可以进入这个立法会 就要同流合污 那有什么意思呢 是的 因为刚才也说到 这个叫做踢走马逢国的团体 是由一个人士 叫做伟绍力 其实也有份去建立这个团体 其实他一开始就说 他开始有猶疑应该做中票的行为 他就说 其实我可以代表十几个团体 其实他就可以代表十几个团体 然后就跟建制团体去逗中票 然后他就想到 其实这些手段他应不应该做呢 他一开始就猶疑 到底应不应该做这些受中票的行为 然后他就说 他跟朋友讨论到中票的时候 就觉得就是说 其实中票的行为 在其他国家都很普遍而已 而且参加这些创团的运动 是可以给业界多一个发声的机会 改变现时的困局 于是他就参与了这个中票的行为 所以你会看到有一帮人 这些叫做 希望能够改变建制 希望能够在制度中 改变不公义的情况的一帮人 其实他只不过是参与建制的游戏规律 邪恶的游戏规律 然后做一个恶神的竞争 大家斗中票吧 斗用这个 你已经走进建制 你还要用建制派的那些骚髒手段 去一起去做这件事 一起去中票 那这些人有什么资格 去跟别人说 你反对功能准备 你反对中票 这些人没有资格去反对 反对这些中票行为 黄丝带的智商是否真的非常重要 还有最糟糕的是 你中票你不会够他中的 大哥 那是政府来的 是啊 他又中票你就中票 你肯定输的 是啊 为什么你可以中票 他中得这么理直气壮呢 整件事很简单 你中票他就搞定了你 不让你投票 他中的票他就继续投票 那一来你就中票你就做不到 二来你就输了 道德高地更加糟 是啊 另外有一位文化界人士 叫做资深的电视人 叫做蔡錦媛 讲到这麽荒漫的游戏规则 文化界这麽荒漫的游戏规则 其实他自己又不是很反对游戏规则 他反而就是说 不要埋怨他 选举事务署的规矩是这样的 你想要这一票 即功能准备这一票 你只想办法拿他回来 那些投票 你说他是中票 你就照中咯 我真的觉得 我对着这些新闻 我真的无言 你可以说什麽 你对着这些人你可以说什麽 那报道就是说 于是蔡錦媛就坐言起行 联同九个同事 就初立了九个团体 一起去中票 增计成为选民 然后就做了所有手组 就成立了不同的社团 就去踢走这个马逢国 你踢走什麽 你还要你自己这样 直气壮地中票的时候 人家都可以中票 人家就再设定多 你还要告诉他们 我设定了九个人 人家设定多了九十个 人家设定多了九十个 而最好笑的就是这些报道 很多时候 歌颂这班黄丝带 歌颂这班 为什么可以说到整件事 这么理直气壮 整件事就是很不正直的事 做人最重要是正直 他说虽然这个制度很不公平 我在这个制度里面 我是劣势 我是弱者 但是我见到建制派那班人 用这麽多骂手段 去做这些行为的时候 我都没办法 我都要骂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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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不能这样 当你自己在反对功能组别 大大声声说要反对中票的时候 你自己就去做一个中票的行为 其实到你进入议会的时候 你是没有任何的思路 没有任何的资格 走出来跟他们说 我反对功能组别 但是当然 在今届的选举里面 在这个文化界 和各种不同的界面 都有这麽多的黄丝带 这麽多的低能的人士 走去中票的时候 然后也令到建制和政府那一方 都有些担心 就是担心马逢国 那些票是不稳定的 于是乎 可能在今届选举里 就剔除了十多个团体 说他们在过往三年 就没有办任何活动 于是乎就将他们取消了 他们的投票资格 所以在今届选举里 除了在地区直选里 有很多不公平的选举制度 有中票 有各种不同的 就是剔除参选资格之外 就是今届是连这个投票资格 都可以无理被人 无理被人剔除 你弄九个中票的团体 我就会剔除你十几个团体 是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 他们政府的剔除做得对 但是无论你看到 你怎样做 行那种邪恶的行为 你都不会够他的政治手段 或者政治打压 就是不够政治手段 或者用他一个 共产党那一套的行政 行政干预 去干预这场选举 所以唯一的方法 其实都是做人正直一点 不要去参与一个功能界别的选举之外 亦都是要不断声讨 选委会 选官会各种行政干预 和行政的措施 去阻止一些人参与 或者阻止一些人投票 好 那么这个选管会的政治干预 相信会继续做下去 我们再跟进下个情况 如何 Chick Wom有人问 如果他是新西 问可不可以交表去港都地板 如果你是在港都做监票点票 那当然可以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尽可能避免了 因为交这个表 有一个手续就是需要选举的代理人 就是需要日朗或者是我去签名 那视乎你的地区 那如果你交这份表 你打算去新西那边帮忙 但是交去港都的话 那我们就要在你填份表之后 拿去新西给日朗签完名 然后再拿去港都 然后交给你的 那这个手续就会比较复杂了 所以希望尽可能的话 你去哪一区帮忙做监票点票 那就去回各一区的地区办事署 或者你如果是比较麻烦的话 或者你可能联络我们 可能在你方面的地方交收 那就会比较好 那希望各位都可以来帮帮忙 帮忙监察这场选举 不要再给选公会 用各种行政的手段 去干预今场的选举 好了 那这一节先讲到这里 下一节再继续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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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